不花钱能玩我体验我体验了一下 真的玩真的玩不开玩笑真的玩 我体验了一下升到28级很快 不需要从任何什么什么参加PK活动的话 只要28级就行升到28级很简单 跟祖先升就完事了 碰不到 直接攻击 召唤 召唤 死亡的抄袭预示着我的归来 带你 竟然可以攻击 Peek 是吧不逆风 我当时不想逆风 我离马我才 我还想说不想逆风 这也比较小了 没想得接受 主要我没学达 又一个 哦 土力又来了 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 这下只是弹幕兄弟的哪一位 别装了出来吧 真别送了 真别送了 说实话真没必要这样子 这样子兄弟们看来还没意思 真别送 兄弟一会死了我 我给你三个反馈 我给你三个反馈 更多火药 我都让我得不到的东西 统统烧出炸 我都让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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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扔给鲨鱼 合家 武器不会挂极了 我感觉到挂极了 那还不如矮打局呢说实话 这种还不如矮打局的十分之一好看 挂极了 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 怎么不打韩服没热度吗 没打韩服原因太多 这里再重新说明一遍 我当初去打韩服的话 大英雄力门走 说了上500分 最早500分上个东西 然后我上到550分 就大英雄力门的视频已经做到了 我送他之前的可以吧 这为什么A不过他呢 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你打 打高分段的话 并不是每一把都能玩得好 也有可能会被别人打分 对对我 我直播间的观众来说的话影响还是很大 你更不会忘记仇恨 有一些观众觉得 主播被虐了 他他可能觉得 D仔在我心里面是最厉害的 怎么能被虐了 啊我受不了了 然后他精神崩溃了知道吧 还有几个观众私聊我说 我天天看你打韩服 我接受不了你被虐的事实 所以所以我精神粗略的问题 所以为了直播间的观众身心健康的话 决定还是 少点打 毕竟 任务也完成了 对吧 可以不打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他们那些 别乱打字害我直播间被封 有点害怕 哥们 之前被封了一两天 就是不管那些字是不是你打的 但这种字只要是就拼了 这种青烟或者字只要是在你直播间出现 你就等死吧你 你懂我意思吧 感觉他是有点危险 进游戏的话还能屏蔽一下 选英雄的时候 你一个不小心 或者你上个厕所回来 可能就爆炸了 小心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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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字说不了在直播间说不了 反正就关于真 真正是之类的东西 真做不了 这样我直播间怎么会被封你 反正那种字只要出现了我直播间就没 这么说你明白 我五六号的时候不是被封了吗 你看我直播间都是围追的人 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 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 为什么踢我 那天被封了你看到 对呀 这事实已经发生了没办法了我任务也完成了能不打就不打 那跟打韩服有什么关系 就他妈是韩国人发的呀 走来的 就是韩国人乱发东西 他在游戏里面打不了 自大人家可以打拼眼 在后端可以打汉子 对呀 所以不打韓服因素太多了 到时候峡谷有点热度 可能会打到峡谷 我的准备准备把韓服号卖了 我想卖三千 但是没有人接盘 韓服热度过去了 我的韓服账号没人接盘的 目前还有400分左右 有没有哥们接盘一下 我可以便宜出 我留着也是没屁用的 谁在不行就直不见抽了算了 回点礼物也行 那个虾子大不死 那个血量 那个血量绝对大不死 我买来的时候三千块钱两百六十块 我现在卖的话也是三千块钱 但是没有人接 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未来 三千能不能讲价 你要真心药的话可以便宜一点 可以解冻 今年解冻都是免费的 就被封或者被冻结都是能解 反正有人给你对接的 就并不是那种三五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 就你买了我的号 我会把就卖号的那个平台人给你对接 他会专门把你负责管理你的号 一个人 好 好 double kill 招死 10块钱交个朋友 哈哈 10块钱交个朋友 很激动 哥们做生意没少赚吧 哈哈10块钱做 交个朋友的那个哥们做生意没少赚吧 主炮准备发射 2500卖不卖你再给我开个守护 我虽然是你要是真要的话我真卖给你 守护的话你想开就开 真心的 你要真要的话我真真卖给你因为我放在这里我自己不玩的话也浪费 我去 主播群里面有几个哥们问你 有几个哥们问了 考虑一下 我们等他这么久 别一回 保护局都到了 人们背叛了我 嗯 嗯 嗯 把他们掉在 手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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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收 嗯 嗯